项羽的所有战争只靠一个事就是勇 项羽这辈子一战扬名的 大家都知道巨鹿之战嘛 你们知道项羽怎么打的吗 项羽没有任何谋划 项羽就一件事 勇冠三军 就一件事 自此死地而后生 他不懂兵法 他只懂一件事 干不过就干 干不过就死 就这么简单 把五万人带到这个巨鹿 带到巨鹿以后把船全砸掉 每个人只带两天的干粮 把锅全砸掉 然后告诉五万储君就说了一句话 我们船砸了回不去了 锅也砸了也没饭吃了 身上就两天的粮食 我们要能干赢张寒就干 干不赢我们就死 但是这个时候 张寒想了 张寒不打 为什么张寒不打了 因为张寒的老婆 也就是张寒的老婆是秦军的公主 被赵高发现 他想杀赵高 所以被赵高杀了 当张寒的老婆被杀的消息 传到张寒耳朵里的时候 赵高除了杀了张寒的老婆以外 还杀了张寒的皇帝 也就是秦二世 因为这个时候 正在打巨鹿之战的张寒 还有一队人马 也就是刘邦的人马 已经攻到了寒武关 而且马上要入秦 当攻到寒武关的时候 赵高 赵高一想天开 他认为我把秦二世杀了 就可以跟刘邦弹劾 刘邦就能继续给我高官做 所以当秦二世死的消息 传到张寒帐中的时候 张寒根本没有心思在打 我在为谁打仗 皇帝都死了 我在为谁打仗 朝宗满是奸臣 如果我把所有敌军全杀了 我回去还是死 如果不杀我还是死 我秦军有三十万将士 我不能死在我手上 想不打了 你们知道吗 按照一个正常智商的人 人家有三十万人马 你只有五万人马 三十万人马的主帅跟你讲 我不打了 求和 正常的 稍微有点正常人的思维就是 太好了 赶快握手言和 你们知道项羽怎么说吗 项羽跟张寒说 不行 你是我项羽 唯一在天下尊重的对手 我们必须要真刀真强打一遍 你走吧 我把你放走 你不用想我 你三十万 我五万 咱哥们偷偷快打一仗 你弄死我 你英雄 我弄死你 我英雄 张寒暇 这哥们神经病 我让你回去 分给他们武器 让你重新带兵 张将军 你和我 我们来自决战 他身边所有的将领 包括谋士范征 都觉得 他 这简直就是匹夫之勇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当皇帝 最后张寒还是说 不打 张寒 宁愿用自己的人头 来换取他们的身体 张寒不打是为了 让三十万 跟他出生入死的 这帮三十万的 清兵将士 能够有一条命 我只有一个 小小的姐姐 请将军 我要杀他 但是当这三十万的人 降了 项羽的时候 项羽把这三十万 全杀了 一 一 三十万 全杀了 丁小军 来死吧 你想想 有一个人投降你 结果你把投降的人全杀了 从此以后 还有人敢投降你吗 还有人会真心敢归顺你吗 你们知道项羽的 当所有的将士 就是说不能杀的时候 你们知道项羽杀的理由是什么吗 项羽杀的理由是 我 项将军 曾经 告诉过 秦国的这些 守臣的官员 我勒骨三痛 凡听我勒骨三痛者 不想者 图腾 我他妈勒了三次骨 你没想啊 现在谁让你想啊 他的理由是这个 好